如果怕帐单上的个人资料外线 帐单在丢了这桶前总得先撕毁似乎有点麻烦 但现在有日本小物印章 只要轻轻一干 无论是姓名地址还是消费金额 马上就被乱骂给覆盖掉 一点都不用担心隐私被偷窥 如果你还不放心 再看这把多层次的剪刀 只要一刀下去 帐单就马上成了碎纸 简单操作又方便携带 全只小猫咪好可爱 还会发出喵喵的叫声 其实它可是电动存钱筒 只要你把硬币放在纸箱上的鱼骨头 存钱筒就会自动感应重量 猫咪就会伸出手来 把硬币给扫进存钱筒当中 还会喵喵叫当作是存钱的奖励 接下来盘子上看来美味的存钱筒 可以用夹子来夹取 但这可不是半家家酒的玩具 而是全钱签来代表黑棋跟白棋 因此无论您是想要玩五子棋 还是黑白棋 都可以用夹子来翻动 再来就是看起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烤吐司 不管是草莓炼乳 还是大阪烧 或是乌拉底口味 其实它们都是扑克牌的底色 把美味的吐司印在上头 让人想要咬一口 不会令人好奇的是 如果抽到鬼牌 那会是什么口味呢 两张鬼牌的口味分别就是烤焦吐司 还有是你的吐司被咬一口 还真的有点费 生活小物简单可爱 还能增添生活乐趣 如果天气觉得寒冷 还能抱一下人形暴政取取暖 真的是舒适又可爱